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受难节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受难 和祂在哥哥他山的死亡 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 一只已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但愿耶稣基督伟大无比的牺牲 使我们更加的爱主 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 完全的依靠 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 还没思想上帝的话之前 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伟大无比无条件的爱 我们感谢主耶稣 愿意完全的顺服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得着生命 感谢圣灵 不断地住在我们心里面 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 主啊 恳求你 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你 更深的爱你 让你的话语 不断的充满我们的心 照耀我们的心 使我们更加的明白 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耶稣的生命 经文取自以 约翰福音19章的 28-37节 请大家和我看 第28-30节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 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我要使经上的话 应远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撑满了醋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龙 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 成了 扁地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非常清楚 他来到这世界上的 主要目的 是要完成 天父上帝的旨意 实现了所有就业 有关弥撒亚的预言 完成了天父上帝 为人类计划的救赎恩典 因此耶稣 从小年级 都已经很清楚知道了 他来到这世界上的 主要目的 是要以天父上帝的事 为念 路加福音 记载了 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怎样的 对母亲 玛利亚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 耶稣在他三年的 施工时 也不断地告诉 他的门徒和众人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心 乃是要按那猜我来者的意思心 耶稣知道 往十字架的路是不容易的 耶稣自己也挣扎了 在哥西玛尼言时 在痛苦中 向天父祈祷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虽然 耶稣面对挣扎 但最终 他也完全了 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 前往十字架的路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记载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说的两句话 我渴了 和成了 在痛苦和挣扎中 耶稣说 我渴了 这证明了 耶稣的人性 耶稣是完全的神 但他也是完全的人 成为完全的人 耶稣和我们一样 他经历过 人类的痛苦 人类的软弱 因此 唯有耶稣 能明白 我们所面对的 一切的痛苦 软弱 并且 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 唯有他 能帮助我们 来面对我们生活的 一切的困难 耶稣的话 我渴了 也应验了 就业的预言 记载在四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一节 他们拿苦胆 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 给我喝 尝了那醋之后 耶稣就说 成了 耶稣完成了 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 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旨意 应验了所有就业 有关于米赛亚的预言 完成了天父上帝为人类计划的救赎恩典 主耶稣的死亡不是偶然的 因为旧业已经预言了 一切有关于米赛亚的死亡 耶稣的死亡 也不是因为他输给那抵挡他的人 而是耶稣自己 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天音合唱团 有一首诗歌是这样描述 我们的救主 世上有哪一位神 为世人而生 世上有哪一位神 为世人而死 世上有哪一位神 为世人复活 世上有哪一位救主 今天人活着 是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 没有任何神愿意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生命 唯有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可以更深的爱主 让我们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低头祷告 神愿意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生命 为了救赎我们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奇妙围到无比的爱 我们不能测透的 我们不能明白 我们感谢你 你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得到释放 使我们得到自由 恳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珍惜我们的新生命 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感谢天父取听祷告 奉主耶稣得圣的名祈求祷告 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 愿上帝赐福你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